嗨,我是Polla 哈囉,我是瑩 我們今天要幹嘛 這是... 這是... 欸,這是優惠 這是...那個什麼 地獄 地獄的這個... 戒... 戒末是吃出來,你知道嗎? 而且它還是Big欸 它還是特大碗的欸 我傻眼 好想吃 好,那我們把它拆開泡吧 好 欸,它的圖片真的是 看起來是真的滿嚇人的 而且那個是綠色怪物欸 好,首先 它這個非常貼心有 1、2、3 我們先打開1 那它的2的意思呢 就是要告訴你 把它加熱湯 就可以加湯囉 小心喔 OK 我們只要把它泡軟而已 熱湯3分鐘 第二步走 好,你現在就等待3分鐘 3分鐘過了 3分鐘打完 好,它現在已經... 軟了 軟狀態 OK 那我們現在呢 來,它的貼心 這邊 第三步驟 打開 然後把湯倒掉 非常的貼心 好 它剛剛有附這兩包粉 不知道是什麼 跟不知道是什麼 看來看 看來看看吧 好 都是醬耶 對,都是醬 好啦,我來到了喔 醬油 它這個醬油滿香的耶 真的嗎 有嗎,有味道 好香喔,真的好香喔 它有個特別的味道 餅乾味道 很香 很香 真的好香喔 真的好香喔 我突然有點期待它 下一個 黑色的這個 吉他囉 哇 這就是那個芥末啦 對不對 對 而且它沒有很綠耶 這個泡麵就是芥末泡麵 這是我們的晚餐 我們晚餐吃那個 晚餐吃芥末 而且還不一定吃得飽的 哈哈哈哈 這種口味 好 來 它 攪拌攪拌嗎 我們把它給做好囉 把它攪拌攪拌吧 而且你看它裡面都有一些青菜 好像沒有很辣 好像沒有很辣 欸,有一個嗆味出來 哇 有喔 好,那我們現在來開吃 現在吃第一口 唉唷 它麵條好像好吃耶 對 感覺起來很好吃 吃囉 開動 它有就是芥末味 可是不會有那種 嗆辣的感覺 很好吃耶 我覺得還不錯 我剛剛以為 我們把這個當晚餐 是一件很本事吃的 因為吃不完 不想吃這樣 可是它這個蠻好吃的耶 而且因為其實我很怕芥末 喔 但我很怕 這個我還可以接受耶 因為它沒有那種 讓你嗆到的感覺 特別是因為 它的醬油是好吃的 嗯,有可能 然後它其實芥末真的沒有很嗆 所以它本來只是讓我們體驗那個芥末的香氣而已 對不對 就是吃 醬油的泡麵 對 然後有聞到 對 芥末的味道 我覺得很好吃耶 而且你知道其實 嗯 像我們買很多東西 我就會挑芥末口味的 因為我覺得 嗯 就會特別有味道 我是一個怪人嗎 還是大家跟我一樣嗎 就是 是什麼 章魚燒 加芥末 超好吃 我跟你講 不要怕 真的超好吃 欸不是 可是 它把 包裝用成這樣 來你們看一下 嗯嗯 這是鬼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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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到處都是鬼 對 誰還會想買 搞得好像 真的很難吃 它應該會這樣子 好吃耶 對 然後就是一個美美的芥末的 對啊 好吃 就是包裝美一點嘛 對 不要變大 因為我跟你們講 其實這個我放在外面很久了 我那一開始 一直不敢吃 對 因為它這個包裝真的是 讓人家不敢去碰它 真的 其實上次那個什麼 納豆以後 我就會覺得 這個可能也 納豆是慢慢吃 哈哈哈哈 不過這真的是好吃 這真的是好吃 這真的好吃 推薦推薦 好啦 這就是我們今天介紹的 芥末 拉麵 呃 乾泡麵 對 好啦 那吃貨門如果喜歡的話 這個可以去試看看 我超推的 它也超推的 因為它不敢吃 嗯 那吃貨門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囉 我們下次再見囉 我們下次再見囉